第20届上海书展 共吸引全国19家出版集团 360余家出版社 写16万余种精品图书参展 书展期间 主会场中央大厅热闹非凡 人文 历史 科技等新书 发布接连不断 旧书专区也再度回归 稀缺书 断板书 签名本 一场寻宝游戏悄然开启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 首发 首展 首签 成为吸引读者前来打卡的巨大动力 书展期间将举办上百场的新书发布会 名家讲座以及作者签售等活动 开展前两日就有不少热门书目 已经销售一空 甚至有不少新书都是从印刷厂里 刚刚火热出炉 可以与创意新书撞个满怀 也可以和有缘的旧书不期而遇 在书展二楼角落的旧书专区里 古色古香的木质旧书柜 格外醒目 四四方方的宝藏书摊 卑微的水泄不通 今年我们带来了近三万种品种的书 三块五块八块十块 其实这个非常的非常的便宜 很多中老年读者 包括一些年轻的读者 爸爸妈妈带着孩子都在来淘 我们的宗旨就是让旧书流通 让读者流动 让阅读循环 它这里有很多 现在已经不会再出版的一些书籍 它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然后我淘的书籍呢 主要有三大类 一类是比较旧的一些文学类的作品 还有一类是政治类的 医学类的这些书类 记者了解到 书展期间 各大出版社 竞相推出各类促销活动 有的提供线下专享购书折扣 有的带来了图书盲袋 读者们则是兴致勃勃地掀起了购书热潮 有的拖着行李箱满载而归 有的直接打包邮寄回家 我们今年是取得了开门红 今天截止到目前 我们销售已经破了10万 比去年手上有20%的增长 相信今年在整个展销期间 我们总的销售额 是比去年有所提高的